接下来这整个单元是要把你制作好的影片上传到YouTube 并优惑你的影片 然后增加你的影片的曝光率 YouTube SEO是什么呢 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是还是不太清楚 SEO它的全名就是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那中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搜索引擎优惑 在YouTube如果你要成功 你就需要了解YouTube SEO 当你了解了这个 你只还能把坏速的把你的影片做起来 而因为搜索引擎是要让观众最短的时间 找到他要能要的东西 在YouTube里面要被观众找到 具体有两种方法 第一是观众去自然搜索 第二种就是跟我们的谷歌搜索不一样的事 就是YouTube会把影片推荐出去 但是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搜索到我们的影片 有了一定的数据后 YouTube才会推荐给更多的人看 所以要做好YouTube SEO是一个关系到你的YouTube存亡的关键技术 成功做到YouTube SEO可以让你的影片长期排名代第一月 这样你的影片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和互动 YouTube就会根据他所得到的数据推荐给更多的人看 那么具体要如何做YouTube SEO 我们基本上要在三个地方 标题、描述栏还有标签做生成的优惑 今年前如果我们要写出一个比较好的标题 我们需要想了又想、改了又改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 帮助我们写出更好的标题 我们可以打开ChatGPT 然后指示他写出你题目的YouTube SEO标题 它就会列出十个你可以用的标题 选一个里面有几个因素的 比如说有数字的 然后最好可以引起好奇心 你的标题50%是要给YouTube的关键字 支持人看的 所以50%是要给观众看 所以你要选好GPT为你写出来的标题后 前面可以放上你的关键字 比如说YouTube赚钱 超级简单五个步骤 如何透过YouTube获得格外的收入 搞定了标题 接下来我们要GPT写出影片的简洁 在ChatGPT那里叫他写出YouTube影片简洁 完成后你就可以放到你的描述栏里 接下来我们也可以叫ChatGPT写出我们的标签 标签的确是很重要 因为YouTube是靠我们放的标签 跟其他类似的影片归纳在一起 当其他和你一样类型的影片播放时 如果你的标签做得对 你的影片有很可能在右手边这里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YouTube缩图 缩图很重要是因为当观众在YouTube上说说说的时候 要他停下来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缩图 你做的缩图起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一个正常的观众观看YouTube的顺序里 就是会先看到缩图 再来看标题 过后再看影片的开头10秒到20秒 如果对他有兴趣的他才会继续看 不然就会把你的影片关掉 所以在第一步缩图变得很重要 做缩图现在有很多工具可以让你用 而且还是免费的 其中一个就是看话 我们打开看话 在这个搜索栏里打上YouTube thumbnail 它就会呈现出很多个版本出来 选一个比较适合你的风格的 就可以开始设计 比如说这个好的缩图的标准 由当你做缩图的时候 是要根据这个设计 以夺目的可以引起注意力 有传递价值的 第三秒懂 第四可以打造个人品牌的 所以在制作缩图的时候 你的文字要大和清晰一点 背景颜色尽量不要撞到你的字 比如刚才的整个标题 YouTube赚钱超级简单五个步骤 如何通过YouTube 获得额外的收入 这个可以说短为 YouTube赚钱 然后副标题 就是五个超简单的步骤 总之 缩图就是打开你和观众的互动的第一个门 这个门你花越多时间打造这个门 会带给你更多的流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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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